要严肃的吧 什么事呢中东还得讲中东啊 就是呃我们说完为咱们的祖国感到骄傲的同时呢 你看呃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发展科技 我们在发展民生 我们在发展经济 那你在你在反观兄弟们 你在反观中东在干什么 在杀人 昨天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巴勒斯坦的小男孩 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这个小孩拔碎 这个小孩 这个小男孩说 我的愿望就是赶紧让我死吧 啊他就这么说赶紧让我死 因为我没有家人 我没有家 我无处可走 我无处可去 我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没有穿的 我很饿 我每天都快饿死了 所以还不如现在赶紧让我死呢 你看见了吗 这现在你看整个整个这个这个这个背后啊 我跟你讲家人们太可怜了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 这个这个不是新闻啊 这个是很长时间就有的了 但是我插一嘴 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 就正我们女士消费的奢侈品 我们天天在吃的快餐 包括我们用的一些大盘啊 都在给以色列捐款 知道吗 就他们 我们压根不知道 我们就是背后的那个筷子手 啊 真的啊 就是那个 就是觉得挺挺可怜的 我们的消费 最后变成了 子弹射向了中东无辜的孩子们 嗯 听 这这这内心的心情无以言表啊 老铁们 然后进入到今天咱们的第一个话题了 行不行 第一个话题啊 呃 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 老铁们 他俩现在已经开战了 我告诉你 就现在我觉得能能干以色列的都是好样的 真的都是好样的 哎 对啊 这都 这你们说的都对啊 这些品牌都对 我不能说 我说了 我怕 对吧 我我被巴拉走了 你们可以去说 就是呃 哪些品牌去支持了以色列啊 给以色列捐了款 好吧 来第一个话题 黎巴嫩和以色列现在已经开战了 上百枚火箭弹 包括那个导弹啊 相互厮杀呀 互射呀 火光冲天 然后直接把两个山给干着了 着火了 以色列总参谋长啊 现在已经宣布说 以军已经准备好 要和黎巴嫩全面开干 啊 说打拉法的同时 直接把黎巴嫩给干了 这是一个事 第二个事 叫什么 伊朗的民兵 在黎巴嫩境内发射弹道导弹 而且成功炸死了一百多名羽军 现在我觉得这是这是光荣 真的 干死以色列就是光荣的 太孙子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啊 伊朗民兵在黎巴嫩发射了抖弹 直接干死了一百多名乙军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伊朗现在已经下决心 要跟以色列撕破脸了吗 那伊朗真是大哥呀 这是头的呀 这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 就是有点搞笑了 俄罗斯新任的国防部长 改革的非常彻底 要求什么呢 要求俄军和瓦格纳 不要杀光北约的雇佣兵 整的那个瓦格纳指挥官 拿那满口爆粗就爆粗话 不满的开口就抱怨 但一转头啊 新人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部长 直接宣布了 说赞的咱们出售 为啥不让你杀呢 咱们得赚点钱啊 赚外快 这外快从哪来 就从北约雇佣兵这个身上给我来 啊 什么事 来给我拍卖了 出售啊 一个人七千万欧元 骂呀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北约国家如果不交钱保释 俄罗斯该怎么整 是杀呀 还是卖给别人 想咋买就咋买呀 这是第三个事 第四个事老体妈 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 啊 说北约大军即将部署到波罗地海三国 并且喊话俄罗斯说 你们准准备好啊 你做好准备 但是话音刚落 立陶宛啊 给北约准备的两个基地 直接被炸了 你说这是巧合呀 还是有人出手了呀 老铁妈 消息炸裂不 这些消息是不是都老炸裂了 一件事比一件事刺激吧 直怼你的肾上腺素啊 是不老铁妈 那么下一件事 更刺激啊 更激烈 听着我就热血沸腾老铁妈 为啥呢 我们的嫦娥四号啊 登月有重大的发现 月球上说不但有大人的资源 而且还有水 最关键的什么呢 还能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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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那个那个什么武器啊 那么问题来了啊 这个发现对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 今天咱家老六呢 哎我知道啊 六号我刚才说错了 老六呢 也登到了地球的背面 而且发现那边的土是黑土地啊 啊 然后呢 那边还有光啊 而且没风啊 人朝鲜就根本不惯着你 金光四五六就差十厘米 就干你美国轰炸机的油箱 当时美军直接蒙圈了啊 直接撒哑的跑路了 你还好用啥呀 并且在跑路的时候 老铁妈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爆炸 这美军还专门把附油箱给扔了 也就这么的 最后BLB 才顺利的迫降到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了 家人们什么概念 你想想 现在最丢人的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美国的埃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在红海被野门给干 还说BLB在朝鲜空域被朝鲜给干 对不对 家人们最最丢人的不是被干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 被干也是上事 哪怕你是全世界第一 你被干了正常啊 对吧 但是最丢人的是你被打怕了 你全世界第一大局势强国 你面对一个拖鞋军 你面对一个连防空导弹都够不着你的人 你怕了 你跑了 对不对 你没有回应 你没有回击 而且把附油箱给扔了 家人们也就这么的啊 最后BLB才顺利迫降到日本了 然后就在今天上午 美国五角大陆就宣布说 BLB我们退出了 演完了 我们回美国呀 我们不演了 怎么说呢 你一开始看这个朝鲜这边说 有效反制了美军的这个BLB的威胁 我还以为说朝鲜只是举行军演同步威胁去了呢 对吧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次朝鲜居然这么低调 如果不是美军运气好 我跟你说啊 说这这这这真的 这直接给你撕脸了 撕破脸了 我估计美军的BLB真是极有可能 被被炸的啊 坠毁的 肯定是背后大哥说千万别啊 现在不到撕破脸的时候 不过这个事啊 家们也不用可惜 就像野门打美军的航母是一样的 虽然说连续两次出手 都没有把这个艾森豪尔号给炸成了 但是呢 现在已经有了 经验已经有了 我就问你们真正打成那天还会圆吗 那从这次朝鲜这么大胆出手 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 今后一段时间 寒潮双方边界的摩擦一定不会少 而一旦不慎的擦枪走火了 那半岛这次的规模了 我跟你说可能是再次京东世界 家们现在我含着这句话 离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大战呢 我们都以为搭不起来 但是真的是太近了 然后说完这个事 在咱们这边还有别的事 什么事南海 家们这的问题不大 虽然说飞猴子这一年跳得里挑外决的 老厉害了 对不对 但是毕竟什么呢 实力比较悬殊 他就拿着躺壁当车 蚂蚁打大枪 翻不起行 什么这个兴风大浪 对吧 本来美国想利用什么呢 想利用飞猴子当这个炮灰 在南海这个问题上的 储夺们挑拨咱们的关系 包括离间我们跟东盟的关系 但是啊 两件事打乱美国的计划了 有人说什么事呢 第一个事就这波美联储加息的周期 镰刀嘎向了东南亚诸国 让人就不禁想起什么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那段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就始作俑者正是美国呀 对不对 脑子拎得清的国家都知道 这一轮周期要想软着陆 离不开东大的帮助 离不开兔子的提携呀 至于所谓南海争议 我饭都要吃不上了 哪还顾得上啊 哎我跟你说 最后菲律宾你再嘚瑟 你真正等东大夸一处的给你怼一边去 你看美国帮我们帮你啊 对不对 另一个什么呢 美国脑子疼的事 就是这一轮的巴以冲突 可以说现在 全世界的底线都被美国给践踏了 美国无底线的偏袒以色列这个做法 让穆斯林国家非常气愤 而东大在巴以问题上什么立场 大家都看见了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 并且谴责以色列 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 作为东盟的顶梁柱 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是穆斯林国家 在美国和东大之间投哪张票啊 如果要投一张好人票 你猜猜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会投谁 对吧 如果我们没猜错应该是投我们吧 所以说南海看似麻烦不断 但是问题都不大 我们真正关系的问题在哪 这样吗 应该在哪 有人说在日本 不是在凤梨海 而凤梨海的问题本质在哪 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解决了东方大国和美国的问题 凤梨海问题 迎人而起 就是美国包括俄罗斯 包括东方大国 不是 那个东方大国 包括俄罗斯 包括伊朗啊 就这个铁三角 这关于能不能稳固 是一定会稳固的 就包括美国 为什么要整个的欧亚大陆 他不着消息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 呃 这个时候家人们啊 如果就不管什么时候 一个地方他乱起来了 就是你没有温饱呢 你谈不上什么 没有物质生活 你谈不上精神文化生活 对不对 你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呢 你连战争你都战着 你都没有和平 你谈什么发展呢 所以说家人们啊 就是我们看中东问题 根源你要看什么呢 就是东方大国 呃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的战略啊 就除了我们之外 咱们先看美英的战略 他们的战略什么呢 就是大陆平衡 什么概念 就是就我们拿俄罗斯 跟乌克兰措 举个例子啊 拿欧洲举个例子 就是既不能让俄罗斯 被北约给干掉啊 更不能让北约 彻底击败俄罗斯 啊 就是让双方永远打得 头破血流 谁也打不赢谁 谁也输不了 谁也赢不了 这才是美国能够 收割欧洲的根源之道 最好就是什么呢 打成个绞肉机 谁也不想赢 两败俱伤 这就是英美霸权的 这个想法 有人可能说 苏文你这不是乱白乎吗 我不是乱说啊 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咱们说第二场 一定给大家讲点新鲜的 讲点这个根源上的事 咱就拿谁呢 拿二战之后 那个小本的 咱举个例子 讲一讲 想不想听啊 好吧 而且还有例子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小本的例子 咱讲完了 就是有个例子 就是一战的时候 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那个德国 德国其实也挺惨的 你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以后 谁把他扶起来的吗 战败之后 德国那么巨额的赔款啊 经济已经打烂逃的了 老百姓都都都活不起了 谁把他扶起来的 你们知道吗 一战之后是美国英国全权投资德国呀 第一次大战之后啊 法国德国打的那狗血人头了 那打的实在太惨了 法国死了很多人啊 法国就想这不行啊 那我必须一口气的把德国给嫩死 给摁死了 结果家们国际会议上啊 英国和美国对德国那是百般之呵护 百般之袒护啊 战后还不停的去给德国钱啊 扶持德国 英国这样做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不希望德国崛起 而是给德国做一个兜底啊 不能让法国一家独大 不能让法国引领欧洲 结果呢 没想到最后马也玩拖了 玩失控了 后来法国二战之所以直接投降呢 一部分原因是被英美给控制了 知道吧 就你们要消耗我们法国啊 这个去玩平衡 我们法国不干了 我们躺平了 再比如说什么呢 之前马克龙说 是不是要出兵乌克兰 啊 其实都是在谁呀 都是在捧杀英美 英美的战略需要什么 就是谁也不能赢 懂我的概念吧 所以他们始终在调节这个俄乌冲突的烈度 包括什么时候给乌克兰送武器 什么什么时候给乌克兰送援助 是不是 如果说俄乌冲突烈度真的太强了 也是有可能玩拖的 那玩拖以后就是双方都不被美国控制了 美国玩死了吧 自己 这就是霸权无耻的地方 他让你打仗 但是打到什么程度 还得让他说的算 你死多少人 死到什么烈度 怎么去消耗俄罗斯 还得美英帝国说的算 啊 甚至有的时候明明可以胜利的 他会阻止你啊 阻止你追击 永远就是你 你是他养的一个狗 然后咱们再说会谁呢 刚才咱说伊朗 对不对 这也是我说跑题了啊 你看懂这一切之后 家人们 你就不会去在伊朗选上来的究竟是谁 谁当伊朗的总统 为什么呢 就根本就没有意义 什么概念 大趋势 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 甚至说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决定的 家人们 美国的这个大的战略框架 设定的是全球地区冲突 然后他来调解矛盾 他伊朗在美国设置的这个框架里面 人家给他安了一个人设呀 这个人设叫什么 就是个反派 对吧 恨不得把你伊斯兰那个革命卫队 给你这个发展成恐怖组织了 结果呢 伊朗这边说了 老子不想当反派了 对不对 我想跟西方搞好关系啊 哎 这种行为本身你是破坏美国的战略大框架的 家里你就再想一想 伊朗跟美国跟欧洲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没有啥深仇大恨呢 完全可以好好发展经济啊 对不对 为啥不让伊朗出口石油啊 为什么要这么制裁伊朗啊 对不对 说人伊朗是反派 虽然伊朗什么是恐怖恐怖恐恐恐怖国家 什么就对这个有威胁对那个威胁 诡异中带着刺激 刺激中带着无语到什么程度 昨天伊朗总统来西 他不是确定死亡了吗 对不对 本来我以为这个事已经够狠的了 结果家人们万万咱就没想到 昨天我一下波 完了我再一看新闻 我那个妈呀 家人们环球网一众媒体就报道了 说咋的了 沙特也出事的 昨天我刚讲完 我说沙特小三文有点怂啊 签了那个那个那个办法完成那个办决一书啊 对不对 说到这之后 我一下波沙特国王老散了 慢慢出事了 确诊啥呢 叫做肺部发炎 哎 现在已经在急救室里面 接受那个抗生素那个治疗了 就因为这个事啊 当时小三万都准备飞到日本去访问去了 结果直接咔嚓取消了 不去了啊 不去了家里出事了 那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吗 还有更狠的消息呢 昨天深夜的时候 不只是沙特出事啊 话说以色列 有十起一个特工 居然偷着摸着坐着直升机 直接潜入沙特境内 从沙特出发 然后敲着摸 偷着摸的 直接进入到野门境内 有什么啊 这这哥们几个 咱以色列咱窗门去了 要野油啊 还是咋地啊 是不是啊 要春油吗 还踏青啊 说去野门干嘛去了呢 要把野门胡塞武装的灵魂人物 加上叶海亚 说直接给弄死啊 斩首 但是老铁门 咱该说不说 以色列人就是太能装了 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到野门执行任务 人家说了 我不管你菜 我摊牌 我就五五玄玄 我就不想活去想死 大摇大摆 直接坐着直升机 咔嚓就干到野门 你说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你太拿萝卜不当干练了 豆包不当干练了 对不对 那也就因为这帮人太狂了 落地直接兄弟们 咔嚓就给你出事了 野门这边 他也属于什么呢 叫全民皆兵啊 你看见有直升机出现之后 那家伙 边境地区啊 有六十多个人 而且是民间组织啊 自发的组织起来了 然后一边打电话 给这个胡塞武装通知 说大哥 我发现这个直升机了 一边抄家伙事儿 直接就往这个直升机 预定这个路线上 光光就给你怎埋伏了 然后兄弟们 搞笑他妈给搞笑开门的事儿 就出现了哎 这边已经觉得说深入的差不多了 就打算呢 直接就找地方降落 然后把飞机给藏起来 这样完成任务之后 你跑路比较方便呀 结果这个无人 这个直升机刚降落 好家伙呀 六十七个 这样嘛 一点不难学 还不是军队的 当地的人 老百姓 抄着AK 刮就给你干上来了 然后你一顿 突突突突突一顿突突 直接把直升机螺旋桨给你干爆了 这相当于是直接断了这几个人的后路啊 啊 于是乎呢 这十几个特工啊 人家说他毕竟是特工 心说了 你一帮村民 你给我装什么蛋呢 你以为你拿了个枪 你就是个兵吗 对吧 等一会儿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是不过家呢啊 咱就说 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这六十七个人 虽然他是村民 他是老百姓 但是你说 手洗刀落枪法 就是这么准 枪就是这么快 早些年人说了 讲话 我出生的时候 你还能 我打仗的时候 你还能让我穿尿不识呢 是不是 说我早年的时候 我跟沙特干仗的时候 那也是把沙特正规军干的鬼哭狼嚎的 现在你乙军 你得什么 你小崽子 十几个人 乳秀未干的 你给我装什么特种兵啊 就一句话不好使 干的就是你这帮人 然后再经过三十分钟之后 叫激烈冲突啊 咣咣咣一顿干 这十几个特工啊 虽然一个都没死 但是各个身上都是赏 真的 前半楼都跨半楼 肩膀头都干洗碎 然后后路还没有了 沙特呢 一看啊 他被发现了 也直接放弃救援了 你说他们还能咋整个 直接投降呗 哎 那么也就这么一投降 家伙们你猜猜啊 你猜咋的了 就是这么一投降 直接把这次小萨拉曼 他爹的事给曝光了 这个曝光过程非常搞笑啊 当时呢 这十七个特工嘛 被五花大榜啊 直接送到也门 胡塞武装营地了 到了之后呢 也门这边还没说话 旁边训练士兵的人 教官一看 骂眼睛 唰就亮起来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教官不是别人 家伙们你们猜猜 这个教官是谁 你们可以猜的啊 感谢北极熊 感谢所有老体们啊 猜猜 就是 从去年开始 印度就疯狂 在这个边境闹事儿 然后动不动呢 还把飞机啊 坦克啊 就部署在那个中印边境 当时呢 也没想这么多 现在印度卸菜了 你一转过来一想 这不对劲儿啊 人家说 苏说为什么不对呢 就当时印度 为啥搞这种动作 说白了 就是印度已经准备好 要搞事情了 而且要搞大事儿 那说这我老体问了 说苏啊 说既然当时印度 已经准备好搞事儿了 那为什么 就后来没搞成呢 原因很简单啊 说出来我估计 你们都不敢信 一方面谁呢 莫迪老仙儿 直接出手了 把那个小马藏男 那个事给压一压 结果一发现 根本压不住 你知道吧 他没有用 这是他们国内的因素 你知道吧 国际上因素 就更搞笑了 当初美国人 把三万块钱 三千万美元 一架的MQ9 兄弟们 你知道印度花 多少钱买的吗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你们是不是能 那个都知道 说印度花了多少钱 买的MQ9 死神无人机 OK吗 多少钱 一个亿 三千万美元 一架的MQ9 卖给印度 一个亿美元呢 直接干到印度 而且买了三十架 你知道美国人 怎么忽悠的莫迪吗 但莫迪那么尖呢 直接被忽悠了 当时美国人 直接就说了 说那个 就在晚上啊 你拿一用 你就是什么斩首啊 偷袭啊 就嘎嘎方便 对面二十年内 都处理不了 哎 当时莫迪老乡 一听完之后 满脑子冲鞋 心想说了 哎呀我去 哪有这玩意儿 开战之前 我出动过三十架 我斩首一百个指挥官 那对面还打个毛线呢 想完之后 老铁 莫迪二话没说 只好到账 三十亿 直接干到美国那了 哎 结果呢 大家也都知道 MK9死神无人机 他不是一架两架的调 这两天哭哭往下调 从开战到现在 齐架 已经有齐架 直接被人给干落了 你说这种情况之下 莫迪老仙 你就再脑残 他也能明白咋回事的吧 是不是 他不明白吗 肯定明白了 所以说这个莫迪 直接就把动手的想法 给放弃了 如果不是为了迎合美国啊 我跟你们说 这印度估计连挑衅的动作 这样吗 他都不敢做的太过分 你们信不信 那么解释完这个 咱再回头看 你说美国 他在亚太地区 还有什么牌 没有了 哎 现在还想玩下去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美国老 在亚太掀桌子 而且还得抓紧 抓紧到今天想 明天就得出手那种 为什么 因为东方龙的发展速度 嘎嘎椅子 嘎子快 就是兔子都追不上 真的 我们眼下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样是时间呢 我们需要时间来产业升级 我们需要时间来疯狂造船下饺子 在世界范围内抗衡美国了 我们需要时间来保护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么只有这样啊 跟这样的东方龙啊 你来动手 你会选择拖个一年两年吗 等对手变强大 你再出手吗 肯定不会 如果非要是这样 那就是个大傻缺 大傻子了 所以说兄弟们 2024 他不是2023 他也不是2025 兄弟们 大国博弈啊 不是以年为单位 为什么 以年为单位太长了 也不是以天为单位 因为以天为单位太短了 眼下大国博弈 以什么为单位 老铁马 以什么为单位 以月为单位 知道吧 为什么说决胜局已经结束了呀 这段时间发生的国际大事件太多了 随便另一两件出来 能够载入史册 真的 按照惯例啊 我们综合起来 给大家捋一捋 捋完之后 兄弟们 你们自己心里就有明白了 刚才咱说了 挪威 西班牙 爱尔兰 昨天说的 这三个国家 纷纷承认巴勒斯坦国 对吧 咱们就以这个事为切入点 从这个事 我跟你开始聊 首先各位 啊 你们认为 这三国家承认巴勒斯坦 意义有多大 没没啥意义 那么说完这个老铁马啊 咱说什么事 让我非常不解 我都蒙圈的事 我真蒙了 让人意外 瓦格纳 咱再说一次 在我们心中 就是大哥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是吧 瓦格纳出品 必出精品 但是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事呢 瓦格纳前两天啊 失败了 失误了 一个行动当中 被人给埋伏了 至少干死了150个人 17个人受伤 还有35个人 被人给俘虏了 啊 现在网上特别多 很多都是虐待 瓦格纳士兵 雇佣兵的这些视频 就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得干嘛呀 好多人都来问我 说瓦格纳不是很牛吗 而且在非洲啊 那基本上都是主战场啊 主场作战了 怎么能有这么大伤亡呢 死了150个人就算了 35个人被人给俘虏了 而且叮当四五六一顿虐待 这咋的 瓦格纳之前吹的吗 兄弟们咱说一句话 虽然这个事让人很难受 但是胜败的必加尝试 咱得说说这个事的本质啊 我一开始我也纳闷 我就写思瓦格纳难不成咋的 真这么拉吗 为啥 就这次为什么 对不对 我们都都都说 你打一些非洲的黑熟熟们 你能被干到了 这以后你怎么在中东带队啊 你怎么在非洲带队啊 结果老体们 我这么一查 哎呦我的天呐 这次的事太离谱了 说就在十天之前 你知道咋的了吗 瓦格纳就收到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了 说自从阿尔及利亚 跟这个伊朗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呢 这几天啊 有老多恐怖分子搞事情 就在边境 马里和阿尔及利亚这个边境活动 所以说呢 阿尔及利亚就希望说 能不能派人来调查一下 瓦格纳这边呢 那一听这消息 二话没说呀 支持啊 直接就派了去七十个人的小部队 就干到了马里和阿尔及利亚这个边境地区了 本来呢 瓦格纳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先侦查一下 然后等大部队来了之后 再一起行动 结果呢 这七十多人的小部队到了之后 一看 好家伙了 马里靠近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地区 直接聚集了多少个叛军 你们知道不 当时啊 乌乌扬扬全是人 在这么一调查 卫星图在这么一看 基本上大差不差的 两千个叛军 就在马里 阿尔及利亚和马里边境地区集结了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 这次兄弟们啊 马里界内的叛军 那武器直接就来了个鸟枪换大炮了 什么W85机枪 什么火箭筒的 什么制弹筒啊 啊 甚至还有几个印着放射性标志的大响的 当时看完这个消息呢 瓦格纳这个侦察部队就明白了 到底咋回事 就非常明显嘛 这支叛军受到其他势力的支持了 肯定有幕后黑手 就打算的马里 包括阿尔及利亚这边 搞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所以说当时呢 七十来人这个小盘队 首先干了一个事 通知大米营 紧接着呢 他们就留在附近啊 追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追查情报 本来等着大部队来了 啥事都没有 对不对 结果就在这七十多个人 侦察情况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 这叛军居然开始把武器全给转移了 而且这条转移的路线 我得个妈呀 正好是瓦格纳 这个侦察部队隐藏的方向 也就因为这事 七十来个瓦格纳小分队 当时来劲了 说咋的呀 什么意思呀 你大部队两千人来 我熟视不了你一个运车队 你就是小咔的 你二百来号人 我还干不死你 我还叫瓦格纳吗 对吧 说完之后兄弟们啊 这七十来号人 直接在道路上 就干啥了呢 买雷 紧接着在车队经过的时候 地雷叮当 一顿直接触发了 然后在这个七十来号人啊 就分工非常明确 用了二十分钟不到 这二百多个人的车队 那打的真的是狗血淋头 四处逃算 还有一百多个人当场被干死了 而瓦格纳这个侦察队长 这么一瞅 当时上头了 说赶紧的 必须给我追他们 恋战了 你知道吧 这追他们全会弄死 那你还真别说 兄弟们 就这么一追击 直接把剩余的几十名的叛军呢 围困到距离城市呢 大概七公里的地方 离城市七公里 差不多七公里远啊 而且还暴打了这个 这个叛军的两个据点 可以说事已经到这了 瓦格纳当时还一个人没死呢 而且是把整个叛军 都给你逼到绝路上了 结果是什么概念呢 偏偏就在瓦格纳 这七十来号人 准备总攻的时候 准备拿下这批叛军的关键时刻 我顶个妈呀 老铁们 天不遂人怨 突然之间掀起了一阵杀神暴 你们没听错啊 就是一阵杀神暴 就这么一下子 你别说发总攻了 光是应对那个杀的 瓦格纳就好选